尊敬的马克校长 各位校长 老师 还有法师 还有我们既佛友们 大家早成好 今天我们这个聚会 像马克校长所说的 过去没有 这是第一次 我们相信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以后有很多机会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老师的社会 其道德义无 老师在古老的中国 是最受社会大众尊敬的人 中国古代有两种行业 一种是教书 一种是医生 教书是启发人的慧命之智慧 医生是帮人治身体上的疾病 那么这两种人 在古时候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是一种义无工作者 不会讲求报酬的 所以老师教学生 学生家境环境好的 对于老师送的礼物比较多一点 那家境清寒的 完全免费教学 甚至很好的学生 家境非常困苦 老师还会放逐学生 所以他们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 医生也是如此 医生体人生疑病 病治好之后 对于医生要送多少钱给他了 那随意 也是你家庭家境好 可以多送一点 家境不好的少送一点 甚至于很清寒 很狠苦 这个清苦的人 医生连医药都免费的供养 所以这两种人在社会上受到非常大的尊重 可是现在的社会不一样 现在这个教学是要收费的 医生医院也是要收费的 这跟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老师的社会 这是讲古代 中国古代 它是一种道德的义务 因为它是传道 它是授业 它是解惑 那第一个道 是真实的智慧 我们今天把它分析出来 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老师赴这个使命 这非常重要的使命 我们南昆大校长请我吃饭的时候 有几位教授陪着我 其中有一位教授陪着我 他告诉我 他说在二战之前 欧洲有很多的学者 他们研究一个扩题 世界上有四个文明古国 其他三个都灭亡了 唯独一个中国还留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研究这是什么原因 那么最后的结论 大家认为可能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 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 我说这个研究的结论完全正确 确实 着重教育是中国民族 非常难得的一个使命 有一种责任感 要把祖宗的东西 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那么中国古文明讲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概括起来 他讲了四档四经 第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人与人如何相处 这是大道啊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这些历史都记载在书本里面 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民族里很少有的 它有五千年完整的历史 当中没有中断过 那么这就叫做人 做人的道理 怎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怎样做一个有真正善良的人 这要传递下去 中国人讲的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德 这四个括目 这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条件 世世代代都要遵守 都要奉献 但是现代的中国人 把老祖宗的东西俗获了 丢掉了 至少一百五十年 前面五十年 清朝的末年 俗获了 就是不重视了 原因是什么 西方文化传到中国 最先传到日本 就是日本人 比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早年百年 那么中国接受西方文化 是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 比日本的晚年百年 这一桩事情 英国 唐门米博士告诉我们 完年百年 好处很多 不是坏事 我们一般人都不以为然 唐门米博士的看法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看到了 他说的话说得正确 说得完全说对了 那么做人的道理 要使学生从小培养健全的人格 第二个 传授学生做事的方法 使他有在这个社会上谋生的能力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解除学生的人生疑惑 这个灭很大 使他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们在活在世界 我们应该要走什么样的方向 这是要靠老师 所以老师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 敬仰 那么现在世界人心败坏 道德沦丧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我们今天所处理的这个环境 中国外国历史上都没有过 油比这个轻没这么重 我们今天遭遇到最大的困难 这个困难是什么原因 我在这些年来 最近这十几年 也遇到许多国家领导人 跟我见面提出问题 向我自询 多半都是认为社会的动乱 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出现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严肃啊 原因到底处在那里 实际上 我回答他们的话 原因是处在教育出了问题了 那中国在一百五十年之前 教育是从婴儿插根 那这个是世界上其他民族上没有 那么中国人这个理念是有五千年的历史 叫小孩从什么时候叫起 要从怀孕的时候叫起 怀孕的时候 母亲 她起心动念 她的言语 她的动作 对胎儿都有影响 所以中国古代就懂得这个道理 怀孕的这十个月 母亲的思想要纯真 没有负面的念头 言语要和谐 态度要端庄 这样对于婴儿有影响 这样的婴儿 他们将来生出来了 很好养 会很听话 这是很少很少人会想到的 那么中国古人呢 他就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孩子一出生呢 他张开眼睛 他就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了 出世他就在学习了 这个事情被我们老祖宗看出来了 所以教学从什么 叫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是从出生到三岁 一千天 这一千天当中 是母亲要负责教她的使命 教她的责任 那么这一千天当中 母亲要把小孩看好 凡事不善的 不道德的 这些负面的不能让她看到 不能让她听到 不能让她接触到 婴儿在这些三岁之内小孩 她所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的 鱼 倫理 道德 一定是相应的 所以这个根呢 扎得很老 中国古韵鱼 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三岁这个根扎得好 到一辈子 到八十岁 它都不会改变 所以小孩 在三岁三四岁 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 辨别邪证 好的 他会接纳 不好的 他会排斥 他不接受 所以这个根扎得好 那三岁以后 就交给老师 老师跟母亲一样 要像母亲一样的爱护照顾 把他传授 他的应该都学习的 正面的伦理道德 以及做人的规矩 礼节 所以从小把它养成 那么现在这种教育 就是在中国也没有了 战争的那个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时代 还有在中国农村里面很能看到 很少了 那么战争结束之后 就在中国再看不到了 这是我自己亲自的体验 所以没有杂根的教育 那我们小孩子上小学 上中学 上大学 他这个根有了问题 特别是能理道德的教育 包括宗教教育 接受这些教育 一定要有真诚心 有恭敬心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实在讲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孝 一个是敬 孝 是以父母为代表 孝顺父母 把孝顺父母的心扩大 孝顺社会上一切的群众 第二个呢 是敬 恭敬 恭敬是以老师做代表 大家对老师非常恭敬 要把尊重老心 老师的这个心呢 也要用在社会广大群众 做到孝敬 这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大根大本 这都要从小去培养 母亲要负这个责任 那么现在教育对这些方面很少听说 偏重在传授技术能力 所以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了 他会做事 他不会做人 那人际关系没办法处得好 甚至结婚之后 家庭成为有问题 那在社会上跟领导 与被领导当中 都产生了矛盾 那这社会不货席 家庭不货席 那么社会自然就产生动乱 所以现在学生不会做事 他重视技术能力 不重视品德 对着物质欲望 迷惑颠倒 社会动乱是从这产生的 所以老师负的责任很重 做老师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明了 那么第三个 中小学的教育 实际上是家庭教育的延伸 问题就是 现在家庭教育没有了 那要说家庭教育有 那有的是什么 电视 电脑 小孩从一出生 就坐在电视界面前 那么他学到的是什么 电视里面的频道负面的太多了 都教这些杀到淫妄 那么他接受这种教育 时间长 印象很深 所以 现在的小孩 是电脑叫他的 是电视叫他的 那我们从 电脑电视的内容 就晓得 社会动乱的根源 就明白了 所以媒体 可以毁灭这个世界 他也能救这个世界 就看我们怎样用它 如果媒体都像学校一样 都能教导他正面 特别是人理道德 特别是圣贤教育 这个宗教教育 这个社会 我相信 不难恢复到安定或行 人们都能过到 幸福 美满的生活 我们让这些 舍生们 能够真正舍到 向善 就正他们的偏使 使学生 走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家庭教育 它实在讲太重要了 我们今天 是疏忽 如何来挽救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如何把下一代做好 这是我们要认真去反省的 我们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那么老师在传道 传道这个意思 就是应该提倡我们常说的 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跟圣贤的教育 伦理教育 教导学生 父子自教 这是父子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兄弟姐妹的关系 那么他将来长大了 他懂得了 夫妇的关系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日常生活当中 对朋友交集往来的这些关系 关系搞清楚 应该尽点义务 应该遵守的道德 道德教育生 最重要的是个爱词 我们看所有宗教 看看他们的经典 中心的理念 都是仁慈博爱 圣经 里面许多次讲到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我有一年 在日本参加联合过的一次和平会议 日本基督教有一位牧师 跟我一路到在这个日本电视台做一次访问 时间是五十分钟 他是一位大学教授 很开明的基督教的信徒 问我有十几个问题 我给他解答 最后我们谈到宗教 他就问我 应该如何来学习宗教 达到宗教教学的目的 我告诉他 或是这个问题 在经典上有 他是经典哪一节哪一段 我问他 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神爱世人 有 上帝爱世人 大家都说 我说上帝神怎样爱世人 这是个抽象的名词 上帝怎么爱世人 佛菩萨 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 也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我们学习宗教 向往宗教 接受宗教的教育 那就是 接受上帝神的爱 接受佛菩萨的慈悲 要把爱心 神圣的爱心 从我们身上发挥出来 我们代表上帝 代表神 代表佛菩萨 去爱世人 这就对了 这才是真正宗教教育 我们就没有背学了 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我说宗教可以团结 为什么能团结呢 宗教的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 都是一个爱呀 是相同的 细心在观察 各个宗教不同的典器 里面相同的理念很多 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 不同的地方少 这个原因 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 神在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化 他在那里实现 在那里帮助苦难众生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终极的目标 就是帮助众生利苦得乐 这是神圣教育的价值观 我们怎样离开痛苦 怎样离开快乐 所以每个宗教有天堂 天堂里面没有苦只有弱 佛教里头有极乐世界 那么神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概念当中 神只有一个 各个不同宗教创始人 他们讲的神 那就是神的化身 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神 因为我们看经典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相同的 那二十不同的呢 应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不同 文化不一样 生活方式不一样 神能够随顺众生 这些地方说的就有些差别 那么在理论上 理念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想起 我们要团结宗教 零八年 零七年零八年 还早 九七年 九七年 九八年 我住在新加坡 我们就尝试 来团结 新加坡有九个宗教 真的 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九个宗教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而且我们的活动 都参加 佛教的活动 他们大家都来参加 那么基督教的活动 我们也去参加 常常在一起学习 互相学习他们的经典 那么最有效果的方法 就是我们组团 去旅游 我们宗教 组一个宗教团 到别人国家 去访问他们的宗教 在这个旅游期间 十几二十天当中 从早到晚都在一起 这是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 感情就更融洽了 真正像自己兄弟姐妹一样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足合作 做得很成功 那么大概也就是因为 这个缘故 当时我们澳洲移民部长知道了 他找我 他希望我到澳洲来 移民到澳洲来 来干什么呢 帮助澳洲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那一年 我七十五岁 部长给我 很优惠的永久居留 那么我拿到永久居留 年龄 年龄实际上 在澳洲只住了七个月 他把澳洲的护照给我了 移民部长 不是 公民部长 亲自把这个 这个 这个 护照给我 告诉 那一天好像来参观 典礼的人 有一百多人 他向大家报告 他说法师在国外 都是替澳洲政府 做豪平工作 所以统统就算了 那就算是两年的时间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历子 所以我到澳洲来 我 我经过图文巴这个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宁静 生活还很方便 这个地方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 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学院 金宗学院 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 得到我们大众的肯定 得到 那么现在 很多我们此地的宗教 学术团体 乃至于民间 团体的领导 这一次我回来 在这段时期 大家统统都见面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希望 把图文巴这个城市 大家一起努力 把它造成一个多元文化 好 和谐师范 真实 这是我们在此地 十三年 奠定了这个基础 能不能做到的 我们都有信心 由市长带领我们 由宗教 顾顾宗教的这些领导 同心协力 在此地展开 宗教教学 这一点很重要 我对宗教产生兴趣 是从哲学里头进来的 早年年轻的时候 在台湾跟着一位老教授 这小家 他给我讲了一部 这小该论 最后一个单元呢 是佛经哲学 我感到很惊讶 我说佛教是宗教 宗教是迷信 他怎么会哲学 他告诉我 他是你年轻 你不懂 就是释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在这堂阔之下的时候 认识了宗教 这就像尝试去接触宗教 老师告诉我 这宗教哲学在今天 特别是佛教 佛教现在的四渊肝堂 他们只有行事 对于今天所获了 两百年前 中国四渊肝堂里面 出家人都是有道德 都是有学问 那真正是高人 所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大家把金教疏忽了 那我问他 那我们学从哪里学 他就告诉我 从经典上下说 于是我到寺庙了 懂事 这寺庙有没有藏书 有没有修藏藏书 有没有经典 我要的是这些 星期假日 读到寺院 在藏经楼里面去读金 那时候有个老师 也是出家人 我认识的一个出家的老师 他劝我 辞去工作 专心的学习尖教 劝我出家 我也就接受了 我这个老师非常尊重 我跟他三年 我跟他那一年 他六十五岁 六十八岁过世 所以我在佛学里的基础 是在他那里奠定 那么老师告诉我 他劝我学佛 劝我出家 劝我学释迦牟尼佛 第一部书叫我看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读了之后 他说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然后向他学习 我看了之后 看他一生 好像不像是一个中企宗教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 他一生教学 他三十岁开悟之后 我记得七十九岁过世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没有中断过 那么我的看法是 他老人家的身份 用现在的话说 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一生表演给我们看的 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义务 教育工作者 因为他一生教学 他不收学费 这是义务的 非常认真努力在教导学生 那么他是多元文化 他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也不分宗教信仰 信仰宗教的人跟他学 他没有叫他放弃 你所信仰宗教没有过 他对于所有的宗教都尊重 都称赞 你跟他学 是学智慧 是学禅定 学伦理道德 他不会教你改变宗教信仰 是这么样一个好人 我都完全明白了 我就搜他的道路 所以我学佛七年 七年出家了 出家教学 教学到今年五十六年 我学佛六十三年 我学佛六十三年到今年六十三年 教学是五十六年 那么现在每天还保持着四个小时 上四个小时的空 那我们用微信电视 用网级网络 这个教室很小 摄影棚里面 用这种传播 全世界都可以同步受看到 所以这个工具是好东西 我们要好好利用它 我们希望将来的土耳网 能够建立一个宗教的 微信电视台 每一个宗教有一两个频道 展开宗教教学 提升到土耳网 居民 这个多元文化的水平 因为它全世界能受到 所以我们相信 如果能够办一个宗教大学 会吸引很多人到土耳网的学习 让土耳网的这个宗 这个宗教文化 在整个世界 其他所有 它能解决所有冲突 化解冲突 将这个社会 将世界带来 永续的安定活性 我们土耳网的宗教领袖 各个都对这个很有兴趣 我这次回来 我们都接触到了 谈了都很高兴 希望我们走这条路 把这条路走通 那我们的做法 首先建立道德讲堂 从道德讲堂开始 做成功之后 再提升 多元文化的活动中心 从活动中心里面吸取人才 对这个有兴趣的 做出奉献 放弃明文立养 我们能好好的 成就自己 然后才能成就别人 自己没有做得不好 就没有办法教别人 这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 学来的 从孔子那个地方学来的 所以终极的目标 希望办一所宗教大学 大家 大家都有这个愿望 多欢喜 所以 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目标 那么今天在做的 多半都是我们同行 我们都从事于教育工作的 我这一生 没有寺庙没有道场 我们用的方法 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尽量用这些高科技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 平常讲学 我们都留下 录像带 录音带 那么现在都做成光碟 这个光碟可以流通 也可以放在电视里面 网络里面去播放 那么影响就会很大了 这好工具一定要好好利用它 如何帮助年轻人 帮助在校读书的这些学生 我们要关心它 我们要认真去照顾它 帮助它们 今天时间到了 我只能够介绍到此题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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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erable Vaster You talked about early that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life were very important and the teaching that happened during that life how can we influence the young adults of today who are having kids to say that those teaching of those values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we seem to have lost that as you said how do we make it those parents know that they need to be helping us support teaching those values of kids and also for this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as we can also move the good-born 送给小孩 给他看 这是可以能够做得到的 每个宗教提供教材 像我们现在提倡的经典的三流理 更希望小孩用图画 用动画这种方式 要多做这些 编这些过程 帮助家庭教育 这是一种功德的事情 谢谢 As teachers we've been given the role of making sure that everybody learns and we are actually faced with with children coming to school without any values for learning what can we do as teachers to help in our class to help those children to develop those values? 对 老师也应该有这个机会 常常在一起 交换教学的心得 教学的经验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教育搞好 社会才会安定 一切都能够正常发展 教育出了问题 社会动乱 动乱的社会里 样样都有障碍 老师自己要先做 就是基础 真正基础 中国用了几千年 弟子规 感应品 十三亿 我们自己大人 做父母的 本身要做到 小孩看到了 他就母方 他就学会了 所以这些东西 不是研究的 是父母在家里头 他做到了 小孩看到了 记得很清楚 自自然然 他就学会了 但是现在的家庭 跟从前不一样 现在家庭 父母都工作 在以前 中国无人里头 夫妇又别 别就是不同的人物 先生负责家庭升级 要赚钱 要加 这是他的工作 最主要的 做母亲的 妇女在家里 想负教子 最重要是教子 小孩将来一生的成就 全靠扎根家里 所以母亲负这个字 分工嘛 那现在社会分工不是这样的 这就困难了 那么现在 这社会跟从前完全不一样 城市里面都住公寓大楼 虽然住在一栋大楼里头 十几年了 隔壁邻居都不打扰 我都不认识 很多 我们在香港 住大楼是这样的 十年了 上面下面 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同一层的 隔壁邻居晓得 也没有深谈过 都市和牧师 那应该的时候 应该和牧 这一栋大楼是一家人 这边的居民常常聚会 见面都打招呼 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每一个人 都不愿一个人讲话 大概是工作太累了 太疲乏了 回来休息 不想多说话 再回来就看电视 再就看网络 去接受这种教育 这问题严重了 所以今天宗教教育 比什么都重要 图翁巴非常难得 这些宗教领导人 现在都有共识 共同的愿望 好好办 从这里开始 带动 统众带动起来之后 带动邻居 临近点 这现实 带动全国 然后带动全世界 就是这个都没有意义 首先是有所自己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呢 有四个步骤 有四个步骤 现在开始呢 第一个是要办道德讲堂 道德讲堂办成功 我们在西区经验教训 我们在扩大 多元文化 学习中心 这第二个阶段 在这里培养老师 培养师子 那么 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办研究所 研究所就是培养宗教大学的师子 教授讲堂 我们一步一步地来预定一下 希望生年 生年之后 这个宗教大学能够建立 现在办事 在这个硬体设备上不难 很容易 有钱就能办 但是谁来教 这就是问题 教的人 必须真正有修养 有道心 有慈悲 有智慧 就要经过这个道德讲堂 多元文化中心 研究院 这样子提升 我们有很好的老师 那就能做成功 那么希望将来 这个大学是个空中大学 大学里面培训的人才 全是加拿索老师 那么他用 微信的 网络的方法 传遍全世界 每个人 只要按这个频道 读得受用 那就是全民教育 那就是全民教育 所以他们这个时间 给最后一道问题 今天再问你 没有人问我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的疑问 我说刚才大家有疑惑了 老师不要钱 是不是 老师不要钱 是不是 他知识 这是他们决定不肯做的 那么他靠什么生存呢 他的教学非常认真 他对他自己儿女可能还发生其次 不重视 他要把学生叫好 为什么呢 古人这个社会的里头 师徒如父子 那学生跟老师的关系 就跟父母儿女的关系一样 他要一生 要孝顺他的父母 他的学生将成就的时候 来报恩 那么老师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呢 跟学生的关系是亲兄弟一样 要终身照顾到 如果要是不照顾的时候 学会上人就会责备他 你对这个人忘恩负义 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精心精力 孝顺老师 也照顾老师的儿女 所以老师很发现 他只要有几个好学生 他自己儿女不成妻也没关系 生活会有些人照顾他 不收学费 他的利益比收学费大太多了 学费没有保障 这个有保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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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uess when I started teaching 16 years ago I made that up, about 35 years ago it was all about the teacher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haven't we changed in that time where that respect has become mutual and it's come down to now if teachers aren't showing respect to the charges that they've got in their classrooms they will never get that respect returned and I think that's the massive change that we've experienced in our time and it's certainly central to the philosophy we've heard you talk about today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really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Venerable Master for addressing us today each and every one of some if every each person just takes away one thing it's been a successful session I think sometimes we come and we expect multitudes of learning to occur and I've taken away about three things that will be personal to me that I'll use I certainly do hope that you have each found something today that you can just take away and reflect upon but ladies and gentlemen would you please join with me and thank the Venerable Master Ching Kung for his sessions today I think I'm getting a presentation here coming over to get this the Master the Master is saying that he hopes to have such a gathering in the future as many times as possible so that he can interact and exchange ideas with all teachers in Toowoomba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